那今天持续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 那感受上呢 早晚是明显的偏冷 那么从卫星图上来看 在台湾附近呢 挤在中国大陆 这边都是比较偏干冷的天气 因为在冷高压 它是就在华中一带 逐渐在往东移动 那受到它这个带来的干冷空气影响 主要是东半部云量较多 花东有领先的降雨 那其他地方都是为晴朗稳定的天气 那因为白天都可以见到阳光 所以在白天高温方面 也都是有略微回升 那要留意就是日夜温差会比较大一些 那从降雨方面来看 因为都还是受到偏干冷空气的影响 今天一直到周末的假期 水气都是不多 大概只有在花东地区 会有些零星的降雨 其他地方就是为晴朗稳定 那水后到下周一之后 冷空气已经逐渐减弱 开始要转成偏东北季风的环境 水气也是逐渐在增多 下周一的时候是在基隆北海岸 大海北山区跟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降雨 那到下周二 大概就是东北季风的环境 迎风面 桃圆一北东半部 大致就是多云时阴短暂雨 降雨几率就会明显高了许多 不过在这段时间呢 中南部都还是引擎到多云 那在下周二云量稍多一些 那我们看一下温度方面 因为从今天还是持续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 预估一直到周六的清晨 都要注意低温的出现 那随后是周六的白天之后 随着冷空气减弱 温度才稍微回升到下周一 随后是下周二之后 又有东北季风增强 不过冷空气强度没有那么明显 影响的范围也是以迎风面为主 所以看到主要是红色 红色线就是北台湾部分 降温是比较明显一些的 那特别留意是在今晚明晨 及五跟六的清晨 可能都会有一些辐射冷却的影响 在今晚明晨呢 北台湾低温大概就是13到15度 其他地方也有15到17度 局部温度会来得更低一些 随后到周五及周六清晨 可以注意到红色线 也就是北台湾部分 在中午清晨会来到最低温 普遍就是11到13度了 局部也有可能会9到10度左右 那周六清晨呢 因为是台湾各地的辐射冷却 都是预估非常明显 所以在北中南东 各地的低温普遍可能有11到13度左右 最低温在中南部也可能会有10度 11度左右要特别留意 那随后是在周六白天之后 温度就是逐渐的回升 那请大家留意未来一周 这个温度的变化 但是因为白天基本上都是可以见到阳光的 所以白天温度还是会回升 那我们可以注意是在未来几天的话 北台湾高温大概还是有20度左右 大概是18到20度 其他地方也大概还是有22到24度左右 所以特别是中南部日夜温差是偏大 那我们看一下图面 在周四的清晨一直到周六的清晨 那这个就是周四的清晨情况 大概各地呢都还是以比较偏北台湾11到13 其他 北台湾是13到15 其他地方大概是15到17为主 那在周五及周六清晨 温度是明显的降低 在北台湾大概是11到13度 其他地方是13到15 南部会稍微高一些些 那到周六清晨因为辐射冷却非常的明显 可以注意除了在北台湾有11到13度之外 在蓝色的部分也就是11度以下 中南部一些局部地区 也可能会来到10及11度的低温出现 要特别注意 所以未来一周呢 早晚外出一定要注意多加件外套 做好保暖 然后留意日夜温差比较大一些了 冷气团将要逐渐的南下了 昨天晚上的台北低温还没低到14度以下 我们所以称之为东北季风增强 但到了今天的晚上呢 低温的部分降到13度 这就是达到冷气团的程度了 我们就来看什么 看看今天出门去要注意什么了 第一个高山温度低 像昨天晚上到今天 清晨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 都在零度以下 你穿着一定要注意防寒的衣物不能少 而且山上不管是爬山 工作或者是在山区的务农的朋友 都要特别注意 而且步道上面会有结霜的状况 不会下雪 但湿滑晚上的时候植物上有结霜 山区活动要留意了 海边的风浪大 昨天沿海的阵风就已经达到了九级的阵风 在今天到明天仍然是强的北风吹拂之下 沿海风大 海边城镇骑车的朋友要小心 往北走温度形态来说 在今天的中午 虽然还可以到十九度 因为最重要有阳光 但天一黑温度就下降到十三度 寒冷的感觉到了入夜以后 变得更为明显 今天晚上就是冷气团了 就看到没有 这温度 再来南部地区是天白天的时候 算舒适 但风吹来已经凉稠稠 入夜以后的保暖工作 不能少 冷气团今天就要报道了 明天后天的低温会在十二度 可是如果当台北市的低温低到十二度以下 那我们就称之为强烈大陆冷气团 而目前看来应该是在冷气团的程度 冷到礼拜五 周休假期的星期六清晨冷 星期六白天气温上升 我们就来看一下卫星云图了 云图上可以注意到 在昨天的时候 封面带整个通过台湾上空 零星的云层发展的 造成的降雨在北部有 但水气发展走了 再来进来的就是干燥的冷空气 而且在黄海到渤海这边 已经有云接的现象开始出现 表示这波的冷空气强度非常的强 接着我们来看到这个地面天气图 今晚的地面图可以看到 主高压的位置还是在外蒙古 分裂高压的位置 开始逐渐下来 第一个分裂高压位置 已经逐渐的从湖南的位置 在往这个江南的方向在移动 所以冷空气的强度 在今天是第一波进入 再来第二波就等第二个分裂高压 再下来 那什么时候整个高压 东移要等到礼拜六的白天 他当他从黄海到渤海出海之后 我们风向变东风 温度才上升 但再来下礼拜三另外一波冷空气 再进入 来看今天的温度了 外岛地区白天都是凉 嗖嗖的感觉 风的部分 马祖金门都明显偏大 澎湖阵风是九到十一级 而在台湾本岛部分 北部凉 而且到了晚上冷 那到了中部地区的晚上入夜 也是寒冷的感觉 南部地区夜晚以后 天黑后温降明显 东半部地区花莲以南 阳光会露脸 小丁丁 两件事情要提醒 最重要在于沿海风大 海边城镇骑车的朋友要小心 还有一点温降的幅度明显 今天外出穿着 注意保暖 K.S.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扶平皱纹 宽馗清称自信 K.S.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活肤露全俏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动铃密码 请不吝点赞 订阅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 订阅 转发 com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第一件事情 valuasing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启动 ić 新纪